所以叫做如等比丘 就是那年静止心 知我说法 就知道大觉心体 在这个大觉的心体之中 这个我字那是大我 那是常乐我境的大我 因为如来这个象中 它一定能够入世 一定在世间 所以现到世间的时候 就是那个我 但是那个我是如来之体 如来之体那个我是大我 那我就是常乐我境的我 知我说法如法御者 如法御者是什么意思 你渡船要惩罚 所以如法御者 这意思就告诉你 现在每一个情形 内面一切我相 人相 众生相 一切差别 法相 非法相 那不过都是什么 你借他 把他当法 不是说你要去避开他 不是说你在上面去解责他 不是说你在上面去取舍他 而是你把它当成传法 为什么当传法 就在他体上 你要证得就是你的本妙决心 你要明白决心 你根本不在上面取舍 你要不认决心 你再说取舍又有何用呢 你明白决心 你就不会在上面取舍 决心嘛 决得有跟决得无 决得非法 决得法都是决 你还会在上面说法 说非法 你会有取舍吗 那你不明白决心 你在上面说取舍 有什么用呢 所以有的人就会怀疑 那法师 那师父 那我们就不要取舍 我们的取舍 是取舍在哪里 我们的取舍 是取舍在众生 一切过去流转的恶业上面 我念念不同如是取舍 我们的取舍 谁说我们不取舍 但是我们这种取舍 念念不会跺在一切众生 过去业改的一切取舍上面 所以我们叫做超越一切取舍 那叫修无修修 你才知道修无修修 才叫苦恨 因为那根本不是 你过去熟悉的心意识 你所能够下手的 不是你熟悉的心意识 你能够甘心念面对的 你要面对一个 你从来不熟悉的 那种念头那个意境 你不知道你要用 多少生多少节 或者是这一生中 用多少年 你才能够慢慢熟悉 所以刚开始你要真正用到这一念心 虽然懂得道理 你要用到这一念心 那要经过多少的心中的挣扎煎熬 每一次的跌跌撞撞 每一次的流转 每一次你都要让自己再回头 而且你越想要去超越它 你反而又会跺在种种 是法非法的取舍上 因为心不熟都是这样的 因为在是法非法的取舍上 反而发现你过去想要 越想要超越的业长它越强烈 你越想要超越贪 贪就越强烈 你越想要超越撑 撑就越强烈 因为过去的业感就是如此 但是你都要在于是一夜强烈中 纵然跌跌撞撞 颠颠倒倒 每一次当前你要起大惭愧 你要告诉自己 不管再颠倒 回过头来 我一样还是不在众生的念头上 是法非法上面取舍 我念念要明白 觉得如实的是谁 我念念知道觉得如实流转的是谁 觉得还有颠倒的是谁 觉得我还找不到出路是法非法 我不知道如何 你说不要检责 我如何体会不要检责的是谁 慢慢慢慢你才能够感受到 一些业力消除 你那一些业力消除时 就是决心一念一念真名出 你那一念一念真名出那个决心 就是你将来再入世界的金刚种子 那个是谁也换不了你的 谁也拿走不了的 所以那叫如法御者 虽然是如法御者 你在那是法上 在非法上 在一切感受伤 所以你在那这个上面 你是抓着他的吗 不是 你只是站在他如同站在法上 你去体会那个根本在这个上面的 本来的决明 本来的如来的妙德 你站在他上面如法御的 这法御的话那是撑船而已 你只是借他过度而已 这个上面还有所取所舍吗 那叫法上也舍 何况非法 你还会在上面有取有舍吗 取舍二字都舍 但是这个舍完 你是什么都不要了吗 像现在人都说舍了 那一切善行都没有了吗 你这个舍才是什么 才是如法御者 你才能够善用一切法 你真正舍完 你才能够当下善用于他吗 你真正不住 你才能够把他当成传法 那听起来好像简单 你不知道要慢慢心里面这样子贯穿 慢慢心中熟悉 那可能都不是三连五年的功夫啊 那何况你还在用这三连五年 去学那些杂碎的语言 在杂碎的这一些话语上面 浪费自己的生命灰命 那叫可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